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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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就是李宗盛她提了辅导的这一次的计划 然后邀请深深进来 然后到今年是2020年嘛 那2020年的三月才算是比较正式的开始 就是以国议会的共荣计划去想象 就是课程的状态如何转成演出的状态 历贤其实长期以来我们都在服务偏乡地区的学校和小朋友们 大概三四年前我们来到新城国小 帮他们办这个东令营 那一次的活动之后 我们就跟社区长辈就有一些互动 之后呢我们就慢慢觉得说 这个地方其实很可爱很淳朴 那自己人口很少 就慢慢想说 那我们来尝试陪伴一下 这区的居民啊长辈们 于是我们就把一些课程活动也带进来 很难得的机会 今天提起到那里后 我们大人小孩要一起做回来 踏斗来跳步来做回来赫市 这样好不好 从一开始 其实我们也没有很刻意说一定要做什么 比较是一种 有点边走边看 然后我们也试试看说 长辈接受的程度到怎么样 他们也要对我们有信任嘛 然后帮我们邀请来的艺术家的老师们 帮我们的工作伙伴们 其实彼此都在一步一步的认识 建立这个信任感跟默契 对 然后慢慢慢慢 这样子一两年走下来 就发现我们其实可以一起做更多的事情 前 后 前 后 前 后 右 左 右 左 左 左掌不定哦 历雪找申申进来可以把一些申申比较互动比较有活力的一些特色跟彩山可以来做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种表现 不同的东西然后呢一样是给当地的这个居民然后产生看他们还可以玩出什么东西这样子 深深进来带他们做工作坊 那时候很明确的是我们用打击乐的形式 那但是因为其实打击乐这个形式它的门槛比较高 拍一不准就非常明显 当然我觉得是因为他们第一次接触打击乐的这个形式 那我们一开始从很简单的比如说拍手啊 然后很简单的数拍子的方式来进行 可是到后来要慢慢形成一个有节奏感的节奏的时候 对他们来讲其实是蛮大的挑战 因为深深本来就是结合比较多表演形式的一个团体 那我们后来就尝试好我们用戏剧的方式 然后肢体的方式 就慢慢从这些比较生活化的进入他们对节奏的理解 那就不会这么有距离感 我们想要从他们社区里头去寻找素材 比如说你们这里什么是最好吃的啊 有什么是你们的拿手菜啊之类的 哇他们就很踊跃的 哇这个他们就很厉害了 哇我会煮什么 那我就用这个经验跟他们分享说 就像你们在煮菜一样 你们拿任何的食材都是几乎不用思考 就当你很有自信做某些事情的时候 你不会这么多犹豫啊或等待的过程 让表演变成是像你们在家常便饭这样的感觉 去理解表演的事情 阿嬷要找阿嬷 我们要找阿嬷 你也很免费的 阿嬷 来开始喔 阿嬷 来开始喔 觀眾就在旁邊說 你要做好 觀眾 今年我在跟他們談的 就是所謂的當代的精神性 除了19年的所謂的 有一點點當代的身體感 跟所謂的專注度之外 今年有請他們特別去想一件事情 就是時間這個概念 就是生命可能它有一段時間 其實就是日復一日 假設我們是心好了 或是假設我們有一點點心 那有沒有可能就是 透過我們的有一點點心 讓它的日復一日稍微有一點點平衡 三月我就有在他們聊這個東西 我想做一個跟時間感有關的創作 我需要大家去算這個東西 去走這件事情 然後眼神很專注地去處理你的肢體 去處理你的聲音 理事長突然就跟我提到了一個東西 就是說他們之前在算那個漁苗的時候啊 有那種就是 呃... 騎老們會唱的那個漁苗的歌 他就講著講著講著 然後突然就唱起來了 我聽到的時候我非常訝異 對 因為我覺得這個聲音好好聽喔 理事長唱出這個東西的時候 大概三四個居民馬上就是給回饋說 對 這才是我們布袋的東西 這個才是新陳的東西 對 然後那個認同感它是瞬間就是 就是我...就我自己來上課的那個感覺來看 它是瞬間是爬升非常多的 你不要背對觀眾講話 來 再一次喔 來 走 怎麼會這樣才是老西夫 阿姨 嗨 多久才是在哪裡呢 來囉 今天新鮮四季 變奔倒了 然後因為以前我們一個月來兩次 然後每一次來 就是開始進入到表演的排練的時候 每一次來就全部是歸零 就是全部忘記 來 再一次啊 再一次好不好 來 嘿嘿嘿 慢慢到這兩個月 他們開始緊張了 我覺得應該也是因為他們意識到要演出了 他們整個 就是整團人醒過來 阿嬤他們會自己約晚上來練習 就是我們再來 看到他們已經能夠完全靠自己 已經不用老師站在前面 比給他們看了 他們完全可以自己執行 我覺得這個對我來講是很大的鼓勵 因為他們開始有意識知道自己在 呃 就像我剛才講的說 呃 我希望他們可以有一個突破是 他們不用一直跟隨老師 他們可以學習把目光看向自己 就有一個阿姨就跟我們說 就有一個阿姨就跟我們說 因為你們一來 我們就會笑 然後比如說他節奏打錯了 大家會笑他 阿嬤很自然的 有時候透過鼓勢他們跳舞 他們就會笑這樣子 那這個笑容我覺得 是我們這一次在演出當中 很想要把這樣的一個能量分享給觀眾的 即便他們打錯 即便他們忘記 可是他們還是很自在 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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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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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對只有我自己一個人演出的話 我其實並不會擔心 唯一擔心的就是 跟我一起做表演的上輩了 他們的身體有沒有辦法承受 就是在漁中淋著雨這件事情 大部分長輩都跟我說 啊 不壞人啦 老師你不要擔心 然後再不然就是 在漁中表演很難得啊 就是 有誰會有幾次機會 可以在大漁中這樣做表演 一 二 五 三 四 五 八 七 六 八 三 三 三 七 五 三 八 七 到底當代藝術對於居民的生活而言 它可以用什麼樣它自己的方式來呈現 那一些課堂 我們所謂比較親民的那種東西 拉筋啊 暖身啊 彷彿就好像是一個 我先跟你建立關係 我再來跟你談什麼叫做當代藝術 一路到現在的那一個第三年 我們在談所謂的時間感 然後在談所謂的圓桌子轉換成演出 然後在談所謂的紅布變成一個長長合流這件事情 我覺得那些居民的眼神 是懂我在講什麼的 然後他們也知道說 我今天我的身體就是 專注到某一個程度 我暖身拉到某一個程度 然後我走正走好 那想像自己在一個什麼樣的狀態 它其實就是一個 活在當下的一種表演 就是真的沒有那麼難 這樣兩三年下來 你會看到他們好像開始 感覺到自己就是一個表演者 他有那個表演的狀態 他一站在那裡 他有點 他就有那個姿態 你知道他就在那裡了 他們自己好像可以 開始去詮釋出那樣的情感 也許是可以連接到他自己的生命經驗 我想大家都沒有想到說 有一天可以走到這裡 然後會做到這樣子 他是一個慢慢一起走出來的羽承男 他是一個慢慢一起走出來的羽承男 誰也會知道 然後會繼續參加 他會都在某個地方 他今天會給我 有一個生命的狀態 他會有一個好處